总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在人体的体表的经络线上,就是我们的体表的缝隙上,分手之间。 以及这些分手线上的输血。 我们通过对它的使用一些刺激,就是手法,包括针,包括酒,包括手法,以及包括其他的,加上方法很多,也可能抹一点药,是能够治疗五脏内脏疾病的。 为什么在体表上能治疗内脏的疾病呢? 或者说,内脏的疾病为什么在体表上能反映出来呢? 或者说,为什么内脏跟体表有这么样的联系,而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呢?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不好理解的事情。 这个我们在内脏,大家都会有体会。解释不了,但确实有这种现象。 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是在哪儿?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 胃经乱非常有疼的,就受不了,哎呀,疼得了。 。 有的经常,我们只要在凉球上,扎一针,或者我拿手,我就拿手指,压一下。 。 比如,邻后去扮,哦,那肌肉跪也松开了,或者说过。 这些都告诉我们。体表和内脏有密切关系。 这种经济的经济线或输血能治疗内上的疾病 那么内上有病一定也在提表经济线或输血上出现反应 内经的作者根据这个理论建立了经络的检查方法 所以有这么一段名言蛮经典的 名言是非常著名的理论 它叫什么呢 它用真者必先查其精神之趋势 所以要给病人治疗的时候 医药查经济的提表查到的虚实 咱们查证呢 切而寻治 二而团治 几个词提及调腌的分配方法 或者用这样的欠缺 尽使使用 所以用来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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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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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 谈 谈 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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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其应动者乃后曲折而下之 可以与他的反应来选择相关的经络和穴位 就可以把疾病消失了 治愈了 对于经络和内上的关系 我有个比喻 为什么经络和穴位内上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河流 比如说我是一条重要的经脉 我们应该看成一个河流 这是进入大海了 进入贵了 我们把红的颜色 看水流的方向 水就是什么 花园地 很多水都从而自来的 水流不断地往这里流动 我用河流走 河流走 流走 池流走 水 对 红的就是标是水 我们看是动脉之上 都流到冰子里的 流到冰子里的 我们把这个绿的 看它的分流是往这么流的 看上这个田地 它可以灌溉 那么我们在经脉上 在这分手之间 比如我们这儿 是一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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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这儿 看到了一些河流里头 看到这里有些堆积物 所以这个网络的网络 还有烂水 还有烂水 涨高了 水升高了 水上升高了 水上升高 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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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树,比如说,我们这儿发现了很多某一种树木。 水山,就是特殊的树木。 我们一定考虑它的上游,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考虑到沿着大雨了。 比如这个地方,只有这个地方才有水山。 因为各个山里的山树不一样,这就是水山。 那么水山被冲下来了,那么一定是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如果我们这儿发现什么了,这儿出现了一个东西,我们说,捞了什么了? 捞了一个熊猫的尸子一类了。 我们一定一定长,因为这儿产熊猫。 这儿一定发出大水了。 我们从这儿下雨了,我们也知道,哦,熊猫有熊, 这儿,一定在这儿,我们两个派人去救,就熊猫去。 如果这里发现了很多房屋的树木,还有人的尸体,就在了了, 那可能这儿可能出了大问题了。 一定在这儿发了山洪了,爆发洪水了。 因为人可能死了很多人,有很多门板,有很多电视机,有很多汽车,那一定会。 这就是我们。 反过来,如果这儿发现什么? 发现很多。 是不是这个? 油是怎么写? 是这个油吗? 咱们写那个,就是那个化学物质。 哦。 三点水吗? 不是,不是。 是什么? 我不知道。 油是什么,产生油就是那个化学物质。 对,大概去就这么行。 就是这个化学里,我们说这里,这也是这样。 木,这也是一种放射性物质。 什么物质? 放射性物质。 哦,是日本的。 这是油。 油。 那出现很多油。 那么,一定产生有油的地方。 这是一个油光。 这已经发生了。 这已经发生了。 这已经发生了事故了。 所以,在经浪上出现一些异常的时候, 你能跟它上去有利液关系。 而且,出现了不同的情况,是不同的藏。 比如我们把这变成,比如我们认识这是心,比如这是心。 是什么?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经脉上,发现不同的情况, 我们可以判断它相关的内脏,有出了问题。 或者哪一个在脏 哪一个脏出问题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然 这个实际的规律比较复杂 而且这规律呢 经过我们这么几千年的认识 有很多非常准确的规律都被我们已经获得了 还有我们已经确认下来了 当然 我这说的是一条经脉 十二条经脉 或者说有更多的经脉 还有十二条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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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十八条 各条经脉都有自己特殊的规律性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经了诊查 就是根据古人积累的这种经验 和我自己的一条模式的经验 来给他讲述的 经了诊查的一些内容 明白了吗 在他《孩子们》的 你能不能讲一下 我昨天有机会 昨天问的问题,你这个给我启发特别大,咱们就说各个经络吧,你昨天我问你,谭诗容易在哪个经络里发现,你看这就说哪儿产这个的,哪儿产那个的,你要有机会能讲一下,就像那个谭诗产的哪儿了,别的地方在哪条经络里有可能出来。 这跟各经的功能有关,跟企划功能有关系。 比如一般的,食谈比较盛的,一般的在太阴经容易出现问题,太阴经。 当然,我们要盼着这个最后结论,也要参考他的临床的症状。 还有什么问题,这个很重要,因为是经了诊查,有根据。 老师,梁志祥问你,内经里面的哪一张哪一节,那可以。 可以查到你刚刚说的那些引用。 我刚才那个,用真者并且查其,经了之虚实。 亲而寻之,按而谈之,实际硬动了,哪后亲而想。 这是灵书经的刺节真邪篇。 刺节真邪篇。 so, it's a chapter from the 灵书 to the spiritual pivot. 刺节, I guess, needling the joints. 刺节真邪篇。 真正的真,邪习的邪。 ok, we can write it all. 我们就写一下,什么? 可以,刺节真邪篇。 你的中文怎么样? 你的中文可以。 那不,将来我办,将来我可能办一个内经的解读班。 哦,再好。 那你可以参加,我们搞它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专门讲内经的解读。 老师,刺节是关系。 刺节,对对对。 刺节,是吗? 刺节真邪。 刺血,刺血,刺血,刺血。 刺血,刺血,刺血。 刺血,刺血,刺血。 这句话的意思很有意思。 刺节,就是真次学位,来能够去学习的,能知令的。 刺血,那为什么有刺血? 刺血,那为什么有刺血? 刺血,就是能够把刺血,能够直接把它去掉的。 怎么才能去掉呢? 你比如查经了才能去掉的。 你要认识到真正的刺血。 如果的时候差不多0, willkommen码 safebox. 这记事啊,于 dealing的人下面,刺血刚uyen隆序了, 刺疊的 впung囚固,刺结也没有比如综 topic, 它是基础方向往导多、效忌坏, 足额因为一个分音, 就是根据合体患者能够弃圆的。 我們將來如果能組二十個人,我就講上,因為我還真沒講過這個,就講過這個南京的解讀,選讀,講過嘉義經的選讀,內京的選讀,我沒做過,將來有二十個人,我就想組組這個,這很有意思,對真有價值。 我講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讓大家免得相信,心熱診常能夠對內當的疾病反映出來,所以目的就是這個。 就是要讓大家相信,想知道,那些人是可以的,因為如果有問題,如果有問題,就能夠對方的疾病,就能夠對方的疾病,就能夠對方的疾病。 還有一個問題嗎? 還有一個問題嗎? 如果有問題,如果有問題,如果有問題,就能夠對方的疾病,就能夠對方的疾病? 哦,他说如果在田里面发生了什么问题,在那个网上。 哦,对,对。 哦,我明白你所说的。 如果这个出来的出口破了一半,大量水就出了一半。 如果有大量的水出去了,水位就会降低了,水的流量就会降低了。 如果这边发生堵塞了,它有洩洪的地方,水特别大的时候,反灌,反灌会不会。 那么这里就会出现一些农作物里头,这会出现庄稼物的灌,灌会不会。 你也能知道,哦,这儿有问题,这儿发生了,下水了。 当然事实上比的要死,咱们多,我只是举例了,大家好理解的是。 但是,实际上,在这儿,更多,我只是举例。 但在这儿,我们只是举例。 但是,实际上,这儿是比较多。 但是,实际上,这儿是比较多。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交换。 我们先试一下,我们再次举例。 我们先试一下,我们先试一下。 我们先试一下。